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是单产水平还没有达到荷兰 英国等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 土豆种植户都在面临一个现实问题 就是如何才能提高产量 如何种出品质优良的土豆 那么今天或许从这个人身上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它这个就是干物质就已经非常好了 就能看出来 否则它没有麻皮 这个土豆就适合炒土豆丝 土豆片什么的 因为它表面非常光滑 就是不像那种坑包很大的那种 就是你打皮的时候也很好打 它来不一样 长得差不多的两个小土豆 如果仔细看的话 就能发现土豆皮上的细微差别 一个是光滑的 一个是麻皮的 这就是品种不同的两个土豆 光滑表皮的口感清脆 适合呛炒 麻皮的口感绵软 适合蒸煮 如果您再仔细看一看 就会发现这栋大棚里的土豆 个头特别小 我们这个小鼠 在栽到这个像内蒙啊 还有这个山西啊 还有亨江那些这个土地里头 然后它这个土豆 又能接触三到四个土豆种 还是种 还是种 然后等这个种 经过下一年 经过割牙以后 再种出来土豆 就是我们吃的土豆 这等于说经历了三年的时间 三年 王树国是盘锦瑞农 输在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 眼前这些个头特别小的土豆 就是他们合作社 今年引进的新项目 土豆圆圆种 土豆圆圆种 是用脱毒的试管苗 移栽或扦插生产出来的种鼠 圆圆种种植后收获圆种 圆种种植收获之后 就是我们在市场和超市里 买到的商品土豆 普通平凡的土豆 需要复杂的育种过程 而这都是为了解决种植户 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那么我们就在市场 去买一些 标准形式的土豆 回家以后做种 但真正的就是有带头的 说我们把一些优秀的品质的土豆种 说引进过来 经过我们种 实验示范 再推广给种植户 这样极草 作为一种无性繁殖的作物 只要把油孔或者带牙的土豆 快径切下来 埋进农田里 就能实现繁育生长 但是原本的优良品种 经过几代繁育之后 会染上土壤中的病害 导致产量降低 抗病性减弱 解决这种病害问题 最好的办法就是土豆的脱毒技术 但是脱毒的种鼠 普及率并不高 这也就是我国土豆 种植面积位居世界首位 但亩产不高的原因之一 王树国意识到了 脱毒土豆原原种的重要性 今年特意从西北高海拔地区 引进了脱毒土豆苗 在盘井进行示茂 为了杜绝土传病害 原原种需要无土栽培 这是今年采收的第二批土豆原原种 生长周期在90天到100天 小小的原原种 它的经济价值能有多大呢 这一个盘的小苗是装48颗 48颗按照理想的状态下 应该是在150颗 这个小微型土豆树 生长的状态不一样 那有的就没有结那么多 那么我们这一盘 大约是在100个左右 这个东西是按科卖的 就是按照一小粒卖的 这小粒大约是在 小一点是在三毛 大约是在12吨到15吨之间 土豆原原种对温室大棚的要求比较高 我们这个阳光温室是11800平 它整个透光性 还有这个温室度可控性 作为盘检地区啊 东西这种温度都有利于这个小土豆的原原种的生长 也有利于它这个干物质的积累 一直以来 王树国的合作社种的都是西红柿 黄瓜等大棚蔬菜 竞争压力比较大 为了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 也为了种植户的经济效益 王树国觉得必须要做出一些改变 每一个新项目的发展 对于我们都是一个压力 也就是责任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小土豆苗的育种 这一块主要还是让这个合作社 在这个经营上有一个突破 也会增加我们摄业的这个经济收入 只有解决了土豆的土传病害 繁育出优良的原原种 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单产 保证成熟土豆的营养和品质 达到主粮化的目标 过几天 这些小土豆就要前往内蒙和黑龙江地区 进行下一代原种的生长繁殖 在土豆圆圆种繁育的这条道路上 王树国刚刚起步 明年还会有更多的订单 而他肩上的担子也会更重 今年夏天啊 盘景地区多雨 大风天也多 但是尚玉人家的包米呢 长势反倒是不错 大半还高产 究竟种的啥品种 咱们一起去看看 尚玉人今年57岁 是盘景市沙岭镇水泉村的包米种植户 别看尚大哥说话慢调思理的 悬起种子来 可以说是慧眼如炬呀 不光没有边行优势 这里面的瓣 甚至比外边的瓣还大呢 上大哥种了三年黑土地的品种了 今年家里种的是最新审定的品种 万福192 去年试种了几亩地 发现产量啊 炕性啊 表现都不错 于是 今年把家里大部分地 都种上了这个新品种 你收割前都是活杆 它那个碳数不少 碎长 产量肯定是要高 去年我买了25大 买少了 属于这种大磅形的 二十六七厘米左右 比正常的呢 要多出去 五六圈的这个子粒吧 子粒多了 产量自然而然的也就上来了 而且封顶好的子粒 不光多还挺大呢 它这个出子率就非常高了 这个就是有效粒啊 就是比较高 一般的尖上的那种小粒 我们过塞的时候 卖粮的时候呢 就已经塞掉了 就是变成塞漏了 但是我们这个粒大 有效粒多 咱们这个商品粒 那出售的时候 它卖的产量 也会去增加 如果我们把它控制在 这个河里的密度 三千五百株左右 它的每一个磅呢 都能够像我手拿这样 踏到这个标准 今年盘紧的雨 下的是一场接着一场 紧接着又来了好几场大风 不少乡亲的包米 都没躲过岛福 之后的高湿阴天天气 更是让包米的得病率 大大提高 但上大哥家的包米 没岛福也没得变 长得那叫一个好 这雨下得这么早 这么大 能接着打瓣 还有的这个品种 选的也好 它的这个抗病力 肯定是会比别的强 因为它的这个持绿性强 叶脉啊 还有它的叶片呢 都会很厚 它即使是旁边 得上大半命了 已经静体腐病了 传到它这个叶片上以后呢 它是不会蔓延 总的来说 好品种 配上科学的种植方法 合理定值 才能文产高产 每年11月份 12月份呢 都是电商促销季 不少人都会赶在这个时候 集中购物 那您家里这快递包装盒 是不是也堆积如山了呢 纸壳啊 塑料啊 泡沫箱啊 这些垃圾 您打算怎么处理呢 咱们现在到 沈阳市大东区的永丰社区 看看它们是怎么合理分类的 一年一度的双十一 如期而至 今年您剁手了吗 大伙在收获包裹的欣喜之余 留下的快递盒 包装袋 气泡膜等 您是咋处理的呢 直接扔掉啊 还是留着卖废品呢 在沈阳市大东区的永丰社区 居民们处理的可是相当合理 大姐咱们把咱们这个快递包装 因为快递包装中 这个快递纸盒属于可汇收物 但这个胶带也属于其他垃圾 所以咱们在投递的智能箱之前 就需要把这个胶带给它扯下来 咱们要分类投放嘛 好 原来啊 为了不让这些快递残骸污染环境 沈阳市大东区分类办服务企业 京大公司想出了将辖区内 菜鸟驿站与垃圾分类智能设备 相结合的办法 菜鸟驿站变身为分类倡导站 在永丰小区开展了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相当热闹 好多居民都大爆小果的来排队 参与垃圾投递 说实话 我们就是以前的时候 没有这个垃圾分类的时候 我们拿着这些东西水手 可能就扔了 扔到垃圾箱里了 也没注意这个垃圾分类这个东西 那么现在呢 就是通过社区的宣传 就是国家的宣传 我们都知道这个垃圾需要分类 那么就是在我们自己家庭当中 我们现在也非常注意这个东西 分类倡导员的工作 是引导居民注册绿色账户 普及智能设备功能及使用方法 提升智能回收箱的使用率 与此同时 也在为居民讲解生活垃圾分类常识 尤其是双11期间 会出现猛增的生活垃圾 快递包裹里边 可谓说物比较多的 最多的这次应该算是紫壳类 但是还有一些部分居民 带来了一些泡沫塑料这种 也属于可谓的物 但是上面一些胶带 就属于其他垃圾了 居民在网上买购的这些衣服之类的 它里边这个包装塑料袋 它就是属于其他垃圾 还比如说居民在网上买一些海鲜 海鲜 它那个装海鲜 这个泡沫箱 它属于可谓的物 但里边比如说 有那个网罩 来盛装海鲜的 这种属于其他垃圾 在活动期间 分好类来投地垃圾的居民 不光可以获得积分 还可以获得小礼品 大东区分类办通过此次活动 可以提升居民环保意识 建立绿色环保 低碳节约的生活方式 这么做呢 主要还是为了 把这个垃圾分类 让它更快 更有效的 进入到大家的脑海当中 让我们的居民朋友 养成这个分类的好习惯 前段时间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落下帷幕 咱们辽宁瓦房店的苹果一亮相 就吸引了采购商的关注和认可 还收获了两个大订单 具体情况 咱们进入今天的天下三农了解一下 近日 教育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制定并印发了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实施办法 明确从2022年秋季学期起 将营养改善计划 国家试点地区更名为国家计划地区 从试点地区到计划地区 说明营养改善计划 已经进入了常态化实施的新阶段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是我国自2011年实施的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就餐问题的一项健康计划 截止到2020年9月18号 全国有29个省份 1762个县实施了营养改善计划 包括欠发达地区在内 这个计划覆盖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14.57万所 受益学生达4060.82万人 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 孩子的健康成长都是同样重要的事 试点改计划 这个改变真是改到大伙新坎里了 8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领到高龄津贴 辽宁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规定 省市县人民政府对80到89周岁的 低收入老年人按月发放高龄津贴 县级人民政府对90周岁以上的老人 发放高龄津贴 咱们省内各县市区的补贴标准各不相同 80到89周岁城乡低收入老年人高龄津贴标准 每人每月50元到200元不等 90到99周岁标准是50元到500元不等 100周岁及以上标准是100元到1000元不等 您家里如果有符合年龄的老人 一定想着去咨询一下 家有一老 如有一薄 一定要让老人享受到国家的这个好政策 前段时间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落下帷幕 咱辽宁瓦房店的苹果得到了两个出口订单 一个来自泰国数量是600吨 一份来自智利数量为200吨 这是瓦房店苹果首次销往南美洲 苹果是瓦房店的传统产业 目前种植面积有30多万亩 产量40多万吨 产值20多亿元 这次获得国际订单 对咱全省的苹果种植户来说也是个启示 只要咱努力提升苹果的品质 没准下一次的国际订单就落在您的头上了 说完了苹果 下面咱们说说和螃蟹有关的事 真没想到 螃蟹壳里居然还有这样的高级成分 前几天 天舟五号霍运飞船 带着新一批包裹奔向了太空 据了解 科研人员从螃蟹壳里提取出一种特有成分 制造出性能优异的天舟货包材料 不仅具有良好的力学承载能力 还有抗菌 防霉 阻碍燃烧 无有害气体挥发等优点 说到螃蟹 不得不提江苏 这个季节正是吃螃蟹的好时候 高满黄肥 规格 肉质 口感 都达到一年当中的上乘 由于今年夏天的高温天气 螃蟹推迟上市季节 目前正在大量上市 数据显示 今年9月到10月份 江苏地区螃蟹的发货量 环比上升436% 其中南京地区 今年9到10月份 收获总量超过2700吨 满足本地市场 并销往全国各地 螃蟹聚集成如此阵容 有密集恐惧症的人 可能会受不了了 最近澳大利亚的圣诞岛 迎来了雨季 当地红蟹一年一度的 千禧繁殖季也到了 几天之内 成千上万只红蟹 从地势较高的雨林高原 鱼棍而出 集体行动 赶往海滩 完成产卵的任务之后 在原路返回 而每到这个时候 当地的人们就会封闭一些道路 来帮助大自然里 这些小小的红蟹 完成他们生命里的一次壮举 为啥说是壮举呢 因为对这些小小的红蟹来说 这迁徙的旅途 可谓是危机四伏 比如 途中一旦遭遇降雨减少 甚至停止 红蟹又没快速找到 阉凉地带 躲避太阳 就会因湿水过多而死去 而在穿越公路的时候 那些急迟的车辆 更是让他们猝不及防 尽管如此 这些小生命依然是时间一到 便即刻出发 不惧凶险 去完成他们的使命 完成为了生命轮回延续 而必须完成的任务 勇敢行动 奔向大海 关注农业生产 关注天气变化 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大家早上好 欢迎您收看由 昆瑞522冠名播出的 谈天说地 今天是农历的10月30 今天气温波动不大 人体感觉非常的舒服 周四开始 各地陆续转为了南风 而这个季节里的南风控场 就意味着冷空气又要来了 冷空气虽然说 一波接着一波的闹腾 但是耐力着实一般 气温往往是极降又极升 有位观众 想找一个抗病防虫害 效果好的高量品种 咱们去看看 专家有什么好的推荐 人的11 它基本上是火耳成熟 持续性非常好 所以这方面 说明它也抗疫耳分的不足 另外 它那个抗疫苗也好 打药的机会非常少 但有一个病虫害 咱们还需要防 尤其是明虫和绵灵虫 明虫也就是说 老板说的专心虫 它是因为普发性害虫 它同时 也起寒玉米 也起寒高粱 所以它一定要找防治 防治效果好的话 可以增产5%以上 因为专心虫对高粒的减产非常严重 它有时钻住进展 而造成头折 所以严重坚持 虽然说现在发生率不高 但是防治非常有必要的 另外 辽动实验属于中产税性 所以它那个虫子不在里 不宜隐藏 打药或者人发生虫害以后 再通过喷药 我给你喷药 可以很好地把它防治 不要你紧续 虫子打理以后 药进不去 它不宜遭后期的事物虫害 由于后期棉林虫 起进以后 咱可以好防好治 对 咱们相信来说 选玉米品种可是一个大事 选到好品种 那是省心又省力 有不少观众 就想找一个综合性能 比较好的玉米新品种 咱们去看看 技术人员有没有好的推荐 那我给大伙推荐一个 真冠C501 首先它广式性强 不挑地 像在我们辽宁省的 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种植 它适合地块比较广 像平地 坡地 港地 也都可以种植 还有真冠C501 它抗性是非常好的 像抗旱 抗导 而且还抗病 咱先说一下它的抗旱性 首先它的根系非常发达 能扎地扎得特别深 特别广 能把地下深层的水分 和氧品吸收起来 供给咱们的蜘蛛生长 还有它的抗导性 它的抗导性 首先它的猪高是2米65 岁位是在1米 猪外 岁位低 这也是起到一个抗导的作用 再还有它抗病 像大斑病 小斑病 包括轻酷病 也是高抗病的一个品种 再一个是它的产量 它产量是非常可观的 我们经过这几年的 多地多点的测试 高水维地块一产量 是达到墩产的一个品种 真冠C501 它的管缩是非常大的 它的长度是25厘米左右 而且是18-20趟的 而且它这个米纸也特别好 是一个黄金胶质粮 所以说粮制好 产量高 还有一位观众 想找一个磅大 产量高 还能抗导的玉米品种 咱们去看看 技术人员有没有好的推荐 在我旁边的品种 它是乾坤105 这个品种是啥特性呢 它是属于一个 细致大磅的一个品种 这个它的特点 属于是抗导 而且说它是磅着大 所以它抗导体验要哪呢 它是属于一个 纸跟纸杆的一个品种 纸跟纸杆的品种 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 铁杆装甲 线位数非常的多 柔容性也好 导舌呀 导福啊这种现象 它的根系特别的发达 它的主身根呢 特别旺盛 它炸的肾 炸的广 它的毛一身根呀 它就像那老虎爪一样 可以牢牢锁住啊 地表周围的骨壤 像近年呢 雨水非常的大 骨壤非常的说舒宠 这样当来风之后 很容易出现说 像导福这种现象 但是那个像乾坤105 这品种它就没出现 说导福这种现象 跟炸的肾 可以更好地吸收 低下肾成的水分啊 养分啊 来供给咱们的果顺 长得更成 米纸更好 这样是更压秤 它磅着还大 玩身米纸还好 还压秤 产量会非常的可观 我们一定不要说 盲目去过密 去种植这个品种 像乾坤105这品种啊 我们我们要建议着 种植在3200到3500棵 为一 我们一定要刻意 合理去种植 如果说大户想种的 说又炕倒 磅又大 产量又好的品种 所以说乾坤105 是我们的首选 当然了 如果说你有什么 没听清的 没记住的 也可以拨打热信电话 024-8652-8168 400-6818 801来咨询 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 把我们的好技术 好农资 送到您身边 今年呢 咱们沈阳地区啊 雨水比较大 这对于地理的 庄稼影响可不小 这种情况下 怎么才能 保产量或丰收呢 咱们看看 沈阳沈北新区的乡亲们 是怎么做的 这里是沈阳市 沈北新区的西武奇村 包阿姨家里 有30多亩苞米地 前些年 在选种方面 没啥经验 辛辛苦苦一大年 这产量 却咋也上不来 今年 包阿姨换了一个 新品种的苞米 光看着掌势 就把它乐坏了 擀了这苞米嘛 擀还不出点 你看这棒多好啊 常年那个种的 就这么密的 没有这么大的棒 我看 我那天看看那边 别人家里 都没有蘸得好 您瞧瞧 马上收割了 这苞米一颗颗 是棒大粗壮 比杆溜直 这个苞米品种 到底为啥能做到高产呢 果顺 得有24到25公分 我们这地的密度 是3800柱 看看它的子粒 子粒是非常长的 长马尺形 长马尺形的子粒 而且小细轴 轴是非常细 像这样的3800柱 密度 像我们这么大的棒 干粮 就可以达到5两到6两 所以它的产量 就是超过敦产 是不成问题的 是一个增产潜力 比较大的一个品种 听着产量 邦阿姨更乐呵了 一大年的辛苦 没有白费 多亏当初 选到了适合自家地块的 好品种 这个品种啊 是我们的 红硕5G788 它的最大的特点 是这个红硕的公式 这一粒封顶的特点 你看这个封件 包件是非常满的 这样呢 它这个上边的粒 都是有效粒 不像有一些品种啊 就上面这个封件 这个粒都是小粒 这种小粒呢 有啥不好呢 就是一过散 打完包米一过散 这个小粒都晒掉了 都是无效粒 它的产量就是浮浆底 你看这个封顶啊 全是大粒 这样呢 过散过不掉 今年沈阳地区的雨水很大 许多乡亲家 种植的包米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倒幅 而红硕5G788 在抗烙抗倒方面的表现 也得到了包阿姨的认可 我看这个许子好啊 它这许子 许子那个 这梗 这大毒呢 但是那时候滑风有点玩 你看也没事 它挺好 它抗烙性表现在 它的根系发达 七层梗呢 有四层左右 七层梗 散成的四层七层梗 它这个雨水啊 就是没过 下面两层七层梗之后呢 它这个 第三层 第四层七层梗 还可以继续呼吸 所以呢 它起到一个抗烙的作用 如果电视机前的各位乡亲们 你也对咱们这个 红硕5G788的 包米品种感兴趣 那就快拨打 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 订购吧 秋季雨水多 包米就容易出现 五磅的现象 过去海城市 善家村的车大爷 就吃过亏 但是今年 他家地里的36亩包米啊 一点没有出现 五磅的情况 这是咋回事呢 车大呀 我第一看你呢 你看这包米 多大点啊 趁着包米马上要收之前 我们黑土地技术员啊 专门跑到了海城市 善家村的 车宝生大爷家 为啥呢 车大爷 可是咱黑土地 种子的新用户 就想听听 他的真实评价 车大爷种的 究竟是啥品种呢 母产比之前 足足高了500多斤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玉米五磅 可是车大爷 一年到头 最头疼的事了 每年种地啊 熬过了五六月的大雨 八九月的大风 一到秋收 秋雨就得来个好几场 特别容易造成五磅 影响产量 辛苦了一年 不能到最后这一嘚瑟 耽误产量啊 车大爷决定改道 选择大厂家 好口碑的爆米种 就找到了咱们黑土地 而且一眼他就挑中了 咱黑土地的王牌产品 沈农大L570 再看看咱沈农大L570的 田津表现 火杆成熟 三层气生根 稳稳扎在地里 既抗风又抗烙 自从中了咱黑土地的 沈农大L570 车大爷脸上啊 那是赚足了面子 从播种到秋收 就没有操过心 等到卖粮的时候 心里啊 更是说不出的开心 如果说电视机器呢 您在选包米的过程中啊 跟车大爷一样 自家地块呢 属于挖地 容易出现玉米五半的现象 那就赶紧拨打 我们屏幕上方的热线电话 千万别让秋收五半 耽误了您一年的收成啊 种苹果 不光是个体力活 还得懂技术 管理水平的高低 直接影响一年的收成 锦州一县 张家蒲香的保林村啊 有一大片的苹果园 这些果园有点特殊 为啥呢 不少人家都是媳妇 当家管果园 而且管的是一个赛一个的好 一大清早 在锦州市义县 张家铺香保林村的山头上 就站着三位村里的媳妇 这个抱着手 那个插着兜 中间的这位 显得最气定神闲 这是干啥呢 显摆自己家的韩富苹果呗 他叫赵燕青 今年48岁 他就是三姐妹里的中心人物了 眼前这五百多棵树 结出的韩富苹果 果形正 颜色红 磕磕挂滚 挂得满满灯灯 赵燕青贼自豪 因为这些苹果 都是他自己一个人试弄出来的 打药 搁这个树里草 完了就是套袋了 早小锅 套袋西锅 到秋天就宰袋 就我这儿干 花开了 花落了 打什么药我都跟人家学 他们打药我也就都打药 今天没想到那场行 能卸这么多 价还挺好 现在卖多钱 现在一块六定手机的 这价挺好 真满意的 今年能找个六万这么大 夸起自己家的苹果 赵燕青是一点不含糊 但是提到自己的功劳时 他就突然变得腼腆了 在村里啊 村民们只要一提到赵燕青 个个都夸他能干 是妇女们的榜样 康树友和赵燕青是两口子 自打俩人种上苹果树开始 丈夫就几乎没咋管过 因为呀 他在外面还有一个打工的营上 所以种出高品质苹果这样的重担 自然而然的就落到了媳妇赵燕青的肩膀上 说起两口子种苹果还得回到七年前 一个偶然的机会 康树友去隔壁村参加了农科院老师的苹果现场会 当时还在种大田的他 似乎一下子就看到了来钱道 要想付得种树啊 技术学到了 树也种了 可康树友却忙活不过来了 他城里呀还打着一份工呢 妻子赵燕青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什么是家呀 俩人直冷起来才算家 他拍着胸脯向丈夫打起了保票 你打你的工 果圆这活我包了 也夸 我能干吗 那当买果圆我都看看 他家果好不好 他家果好不好 这我这比啥小果啊 结果我感觉还是我这个好 确实是老是好 我差事啊 今年我这个友人能储个 死了万块钱的 一个踏踏实实的在外挣钱 一个认认真真的首家种树 村里人都夸康树友找了个好媳妇 这不看见赵燕青家的苹果 能卖到村里第一高价 同村的常爽和赵亚军也坐不住了 没事就往他家果园跑 看看人家的树是咋管理的 这挂果的枝不行超过快的难处 比快的处的都得去掉 刚过年的话别流了 流那个小枝完了全是果 在赵燕青的果园里 吉尔几个学到的 不仅仅是种果树的技术和管理方法 更琢磨出了过日子的那么一点小诀窍 不等不靠相互支撑 让赵燕青两口子的果园来到了第七个年头 苹果逐渐进入封闪期 未来两口子的小日子 过得也会越来越有滋味 越来越红黄 入冬之后啊 东北地区随时都可能迎来一场大雪 对于生活在山区的乡亲们来说 想上山就得趁大雪没封山之前 这部乡村拍客卢小开 带领他的小分队寻找山珍去了 咱们看看有啥收获了 农村人拍农村事 南京有没有 这是南方踩到 他都没看过 原姿原味 这两天的粉丝评论可给我吃完了 说哥哥是路要开呀 这家都开始吃上草了 是什么原因呢 前段时间广吃又大鱼大虾的 对 多吃江仙了 对 营养需要均衡 所以说这段时间我领他们来 踩点这个山珍 山珍要比江仙和海仙要名贵的多 为什么叫做山珍海味 山珍排到第一位 就因为山珍更好 知道了吗 知道了 这前两天我们吃的第二 现在离我们吃第一吧 对 然后今天我再领你们去采一个 又可以吃 又可以观赏的一种植物 看走到这儿 还发现了这个传说当中的这个乌鲁草 很多人知道这个乌鲁草 都是从光头墙那知道对吧 乌鲁草分合多种 像种这种半山坡的 是最柔软的 而且是最适合 于做这么整个斜线的 或者说推到鞋里边 因为它足够柔软 它我们当地还有名字叫 羊虎的草 看像不像长的这个 山羊的红蚁似的 特别的柔软 我们继续往上爬啊 看看我们这个大山 光石头都富含这么多的营养 看到吗 这都找这都找花 金达莱看到没有 哈哈哈哈 兄弟们我们终于找到了啊 就是这个玩儿 看这是它长成的已经枯萎的啊 长得有点像那个大西岸岭的那个布老草 这个杆上的啊 但它不是布老草 它是这个样子 上面还带有带有这个刺刺的啊 这地方有点新鲜的看到吗 哎 看到吗 有没有点像这个南方的这个多肉 刚才那个大家都辛苦了 我给你们 不辛苦不辛苦 大哥给你们切一个补一补 哎呀 你哪天我专手不大给你 这怎么吃啊 你你那时候有没有啊 有啊这呢 你你那个有点老 好东西留给弟弟先分析啊 哎呀 你先吃吧 我这是为了你们啊 我给你 操碎的心呢 为了你们的营养 为了你们的成长 营养均衡是吧 你这样 带刺吃的啊 看看 这刺不眨舌头 哎呀三菜三次玩的啊 就吃这啊 嗯 不是你吃这个吃多的 你就直接带刺吃 他不扎不扎嘴 你去我的是不是不扎嘴 不不扎 这玩意就长成这个样的 这玩意还可以当盆景啊 那踩点回去 然后给他放到水里面 他就能活啊 有点水他就能活 这玩意老坚强了 你看都长的这种 但是这个玩意如果要是那个 新鲜的时候应该能取票 对 新鲜的时候肉可多了 要不怎么长得有点像多肉呢 不行我这玩意 啥玩意吧 你不给钢地拿回去点 都怕他挑里头 用钢地拿回去点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石壁上有一点点这个小土 然后他就长他就长出来 而且不是所有的山都有的啊 他的学名呢就叫做瓦松 真是 真是太远膜了 我感觉我这个脑子都要装炸了 痛 那天我要去找第一 然后我就我就上山抠了这玩意 扣完以后那粉丝说 那玩意就是青苔 然后然后底下人还在他复合说 你先别告他 你先让他吃吃完再告他 这些粉丝太坏 哈哈哈哈 我看见了你家里边我看你装 有带着大家去了 我看见那个评论了 我就没吃 看到吗 我跟你讲 作为一个领路人 其实压力很大 你不光要教他们一些少走一些弯路的同时 还要掌握他们这个营养均衡 为什么这个山珍贵的原因知道了吧 它资源太少 而且太难采 小吃的你到时候来我们村我带你来 我带你来吃 吃西线 夏天吃西线 脆身呢 酸甜呢 今天黑土地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 感谢大伙的收看 最近呢 咱们节目里啊 给大伙介绍的玉米品种有点多 那哪个品种有什么优势 地头见分枪 咱们的记者呢 也是在全省各地拍到了各个品种的反馈情况 如果您对哪个感兴趣 可以直接联系咱们